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设说我们用蜘蛛丝去拧一股绳子 它的这种承重可以达到钢筋的五位以上 用这种特殊的分子结构 可以制成很多很多的新的材料 比如说用这种材料做成防弹衣等等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几种非常常见的这种分子的结构 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是水分子的结构 二氧化碳分子是这样的 乙醇分子长的是这样的 其实乙醇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酒精 那么可以看不同的物质 虽然它都是由分子组成的 但实际上它的分子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这个积木 看着好像是一个蝙蝠侠等等这种积木 但实际上是由若干个非常小的模块拼接组成的 这种小的块就像分子一样 我们平时所说的物质 也是由若干分子按不同的结构排列而组成的 只是说真正的分子比这个颗粒要小得多 我们肉眼根本无法看见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段影片 来对分子有一个形象的一种感知 我们再来看 就像影片中所展示的那样 实际上是大量的分子组成了一个物质 也就是说分子的质量和体积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么究竟一般的分子有多小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滴水 大概是1.67乘以10的21次方个 大约是16700万万亿个水分子 如果我们有的人可能会感兴趣说去数数 那么好 10亿人昼夜不停的24小时全部数这个分子 也要数3万到5万年以上 哇 太巨大的量了 当然呢 也有一些非常大的分子 这些分子呢 它的质量是一般分子质量的数千倍以上 我们称之为高分子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大家经常遇到的啊 像塑料啊 橡胶啊 等等这些都是一些人工合成的这种分子材料 利用高分子材料 那么可以研制出很多新的产品 比如说弯曲的和这个柔软的屏幕 利用这种柔软的屏幕 可以使我们原来一碎的屏幕变成了非常薄的柔软的透明片 用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分子之间是存在一定间隔的 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力 可以聚合 可以分散 可以相互作用 形成不同的物质或者形成不同的形态 间隔的大小随温度的变化 一般来说气体的分子间隔比较大 固体和液体它的分子之间的间隔会比较小 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很多方方面面都不知不觉地 运用了分子这种特性 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棉花糖 就是利用分子间距的变化来制成的 今天我就带来了棉花糖机 哪位感兴趣到上面来制一些棉花糖 来吧 女生吧 女生吧 果果来 它才这么贴心的礼物呢 这个跟分子也是有关系的 对吗 糖它是平时是以固态形成成 对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糖 对 它是以固态 结晶的 固态 而你拉成酥之前 它必须变成液态 所以说在制糖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从固态到液态 变成酥之后 它又变成又预冷了 又凝成酥 酥其实还是一种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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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等以后它得需要一个加热过程 使棉花糖先融化 好像有一点 先融化 可以了 有一点点糖丝出来了 有了 有了 我们看到糖丝出来了 哦 越来越多了 这就是细酥油丝啊 然后一圈一圈的 你都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但是 一点就一大贴 好像制作年华糖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事情啊 手忙脚弯了已经 这 这卖想特别不好 不行 这个你先拿着这个 这个不收钱 好吧 这块不收钱 我再来一块 这个有了 这个有了 你这个有点沾脸 老沾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满了 有了有了有了 哦 这个凑合 这个还行 可以可以 手忙脚乱啊 哎呀 新开张啊 这个有了 照顾生意啊 哇哦 哇哦 大起来了 这个过得有点像烤羊肉 太棒了 可以可以 好 越来越大了 加油 快快快快 哇 快速快速 哦 这个可以了 可以了 我绝对我 耶 哎 来 来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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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 利用分子的不同形态 不同结构和不同状态 就能产生很多奇妙的效果 那接下来 我们就请李教授考考大家 对于分子的了解 马上进入答题时间 想要把两块平滑的玻璃紧紧的粘住 那么以下 哪种方法的效果是最好的呢 A 在两块玻璃之间抹上蜡 B 在两块玻璃之间抹上牙膏 C 两块玻璃之间抹上水 蜡 牙膏 水 就将哪种物质放于两块玻璃之间 能够使玻璃更紧密地吸附在一起呢 强子哥哥和现场的小朋友们将通过简单的实验 来找到正确的答案 好了 那这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实验的道具 有蜡 牙膏 还有水 我们按着ABC的这个顺序一样一样的来试 好的 先涂了啊 嗯 好了 我帮小朋友涂涂啊 好 把它粘在一起 我们还可以稍微压一压嘞 好的 下面棋器试一下 这两块玻璃板是不是很容易分开呢 在涂了蜡之后啊 好 你试试 是不是很容易 这样两边一打开能不能打开 能打开吗 哦 轻松 这么轻松啊 这么轻松啊 好的 现在涂点牙膏 那我们的这个玻璃呢 其实它的这个棱角已经经过处理了 小朋友在家里啊 不要贸然地做这个实验 一定要有大人在场啊 再次帮你演示 哎 两块玻璃板啊 好像牙膏还是有一定的粘性的啊 把两块玻璃合起来了 看起来不错哦 效果可以 好 这次来加成自己来试一下 是不是很容易分开呢 哎 有点 哎 有点小气力哦 好像比辣要稍微难一点点啊 哎 要好像我来分一分 哎 有那么难分开吗 哎 有那么难分开吗 果然 当心 当心 哎 还是有点犀利的 这个 这个粘性比辣要好很多 明显的要比辣要强很多了 在家陈小朋友和强子哥哥的努力下 最终将两块玻璃分离 难道牙膏就是正确答案吗 会不会这条题的选项 正确答案就是B呢 还有水 没有酸 水 还没有酸 直接倒在玻璃上面 让它漫步在玻璃上都有 好 这边也来点吧 好 好 好 两边都有水了 都有水 然后把这个玻璃板 把它完全合在一起 好 现在呢 已经粘在一起了 好 七七 试一下到底水 会不会产生生气的效果 我看了 还很不停 这个是不是因为持续的力量比较小 我们请佳晨帮他忙好不好 来 佳晨 像个小伙子一样 把它拉开好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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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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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水 但是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教授 实际上刚才我们看了 做这个三个都有一定的粘性 对 造成这种粘质力 其实就是由于分子之间存在着作用力 由于蜡 牙膏 水的分子构造不同 而水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要大于蜡 牙膏 它的粘质力更强 所以当两块玻璃向中间挤压时 水分子能够更好地充满两块玻璃之间的间隙 再加上大气压对两块玻璃的作用力 两块玻璃就很难分开了 那接下来要考大家一道题目了 这道题目当然也跟分子的各种变化有关 请听题 水落在热油锅里会炸开 那么冰落在热油锅里会怎么样呢 三种情况选一种 A 剧烈炸开 B 没有变化 C 冰迅速融化 实际上我们平时说水蒸发温度就是100度 这时候油的温度要大100度 那么它从液态吸收量之后迅速变成气态 从我们日常的这种时间观念来讲 你看见的现象 那个融化 慢慢融化那些 你基本看不见的 明白 或者马上会变成气态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 应该是 应该是 A 剧烈炸开 我选不选剧烈炸开的结果都是剧烈炸开 这个原理就像我们刚刚李教授讲的一样 因为这个冰它会迅速地蒸发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体积迅速地膨胀 因为它原来是固态的 然后瞬间变成液态 然后液态又瞬间变成气态 在这个气体在短时间内迅速地膨胀 就会造成我们在物理学上经常讲的爆炸 李教授 那么关于分子 接下来还有哪些能够让我们大开眼界的地方呢 很多不同的 有不同分子组成之后 它就产生很多不同的特性 比如今天我就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什么 是一件衣服 那么博士团的 哪位愿意来当模特来尝试一下呢 衣服 什么当中的衣服啊 其实呢这个衣服呢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有什么特性 但是呢因为这个包坤是物理学的博士 所以呢应该包坤上 就是同意包坤上的博士们举手 不厚道不厚道不厚道 不过我也有道理 就是我们在部门确定一个事情 是不是特别多的风险的时候呢 我们找不太重要的人去 也是可以理解 所以每次都是这样的 最危险的事情总是我来 其实没有很危险啊 来包坤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现在呢包坤已经把这件衣服穿上了 究竟他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们还是通过实验来给大家验证 对不对 我真的不相信这件衣服可以防火 我不相信 好 我告诉大家真的是防火啊 来打火机拿过来 似乎要说帮我打石了 对吧 大家看 有颜料的液体 带颜色的水 实际上如果说是一般的衣服 我们泼在他身上之后 肯定他的衣服会被染了 是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倒在这个衣服上会不会被染 好 哎呦 白衣服 没事 这染色多可惜啊 没事 哎呦 哎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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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 润丝直接下水 哇 哇 这里啊这个倒水的地方完全没有啊 完全没有啊 哎呦 这不稀不稀 实际上呢它是由特殊材料组的 哦 就是我们所说的高分子材料 嗯 我的时候呢也是一些纳的材料 哎呦 用这些材料制成的衣服 它跟咱们平时棉花那种粗的那种纤维 就棉花纤维的衣服是不一样的 啊 那么它在表面就实际上是由弱干肉干 非常非常小的颗粒做成的 嗯 当我倒水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个水呢它就没有浸泳线 它顺速的就滑了下来 哦 明白了啊 我们说这个新材料 经常提到一个纳米材料啊 是一个长度单位对吗 对 但是什么是纳米材料呢 这个能给我们说说吗 其实呢 刚才这个强子已经说过 纳米呢就是一个长度单位 哦 只是纳米呢 它这个单位又特别特别的小 跟米的换算关系是等于10的负9之方米 哦 平时我们说的纳米材料呢 就是指的用这种纳米级的这种材料 所构成的简单结构材料的总称 那老师这个纳米材料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呀 在一定条件下 经过纳米材料夹用之后 它所表现的包括声的光的电的磁的热力学的这些方面的等等的这方面的性质 都会表现一种特殊特殊性 用这些特殊性我们就可以完成很多一些特定的任务 哦 对 而且刚才李教授说到这个特定的任务啊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大家知道啊 在我们这个医疗当中啊 会用到一种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病人 他的关节坏了 需要置换一个人工关节 那我们就要求什么呢 这个金属材料啊 必须和人体的骨骼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纳米材料处理了这个金属的表面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坚固贴合的非常完整这样的一种状态 周妈妈问呢 要去除孩子衣服上沾的泡泡糖 应该怎么做呢 三个选项 A 把衣服放进冰箱里 B 用热水浸泡 C 抹食用油 哎呀 这个嚼过了的泡泡糖 口香糖这类东西啊 好像粘到哪儿都特别烦人 真的不好弄掉 都都扔冰箱里啊 来来来 为什么A是冰箱 因为我觉得用热水浸泡的话 那个口香糖它就会融化 而且会特别粘 更麻烦 那热水一泡更难清理了 来你说说 我觉得应该是C 因为那个油可以把粘的东西去掉的 我觉得 因为油很光滑 哦 来来来来 我觉得应该是B 因为如果拿热水浸泡 它就化了化了 应该这东西就没了 我觉得孩子们好像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啊 答案是五花八门的 我觉得选C肯定不太对 你想抹食用油 即使能清理干净的油不就留在衣服上了吗 你就是为了把衣服弄干净 你最后油还更难清理 有道理 有道理 A好像我觉得听孩子们说 我跟他们选吧 来 3 2 1 放冰箱里 正确答案是 答案呢 应该是 答案呢 应该是A 因为泡泡糖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高分子材料 这种材料呢 它的硬度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 而在我们日常的这种温度范围内呢 温度越高 泡泡糖越软化 所以放在热水里呢 反而会更软更黏了 更不好往下洗了 放进冰箱里 因为冰箱内部温度很低 它会迅速的泡泡糖变硬 就结成块了 这样呢 它的黏度就很差 就可以从衣服上给它取下来了 哎呦 我突然想起来 好像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些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东西和它一样 比如说这个轮胎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现象 对 轮胎呢 它其实也是一种交联的高分子 所以呢 当它的温度上升的时候 它是相反的 它是温度上升的时候呢 也是软化的 然后呢 当温度非常低的时候呢 它也变硬 所以呢 因为有些汽车 开到北极或者开到南极的时候 它整个轮胎会碎掉 它会变硬 变脆 这其实跟那个口香糖的原理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另外一个反向的例子 就是那个赛车比赛啊 之前要有一个热胎的环节 就先跑几轮 把这个轮胎跑到一定温度之后 这个它的粘性 那个抓地力才会增加 橙子哥说的太脆了 蛮好玩啊 很多地方有应用啊 是 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了啊 这个这一轮题目呢 我想换个出题的方式 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个叫奇幻的泡泡秀 大家一定要仔细地看 因为等会咱们这道题目 就隐藏在这个奇幻泡泡秀 这个歌手 我也要沉甩了 这就好 一个非常棒 好棒 我来找它 我来找他 你帮你帮我拍我 我来找你吗 我来找他 我来找我 我来找他 哇 超高的 好厉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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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棒 才会 来 来 尾巴 小尾巴 同样有鸡脚 有鸡脚 我身后有尾巴 谁也不知道 不知道 我有多少 迷迷 我头上有鸡脚 好 我也有机会 我把这宝贵的机会让给萌萌萌萌 我知道你早就想上来了 来 来 白姿 一起 又一起吗 一起 一起 是把我们俩放在同一个泡泡里面吗 一起 太好 太开心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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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还要进 好好好 好棒啊 好棒啊 哇 哇 太美了 好多泡泡 哇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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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精彩了 叹为观止 啊 是吧 是一个精彩了得很梦幻 那接下来这道题目就跟这个泡泡就有关了 听听题 题目是这样的 问 为什么这个泡泡吹出来啊一般都是近似圆形的 嗯 三个选项 A 吹泡泡的工具它就是圆形的 B 与泡泡液的成分相关 C 与泡泡自身的受力情况相关 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 其实A和C是最有那个相似度的 你觉得都有可能 单选题 单选题 啊 那就是A了 选A 吹出来的这个管是圆的 所以他觉得是这样的 来 你来 我觉得是C 吹泡泡的工具是圆形 这个不行 因为即使是多么古怪的形状 一弄出来受到阻力的影响 绝对不可能出现三角形的泡泡 与泡泡液的成分有关 这也是不可能的 你弄一个水球 弄一个粘液球 都是圆形的 在窟窿 诶 好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来 3 2 1 亮提板 选C 与泡泡自身的受力有关 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 答案是C 哇 刚才呢 这个看见泡泡秀 它呢实际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形状的吹泡泡的工具 就是啊 但是呢大部分 只要在完全基本静止的情况下 都是成圆形的 所以A就排除了 对A是可以排除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泡沫的液体 就是它的成分 其实呢成分呢 是决定了能不能吹成泡泡 或者吹成泡泡的大小 哎呦 您可说对了 我们小时候就为了研制这个成分啊 家里面不知道多少肥皂细分 对 对 因为不同的这个液体 它里面的分子总成是不一样的 哦 那么呢因为分子之间是有相互作用力的 它既然成分不一样 那相互作用力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说不同成分是决定你的泡泡能不能吹成 是 咱们现在泡泡吹成了 看它的形状是圆形的话 分子之间它要达到各项同性 最后达到平衡的时候 它会趋圆 那这种表面张力还有其他的应用吗 李教授 当然很多 实际上包括我们生活中所看见的 比如说像故宫啊等等这些 这些地方包括一些庙宇 它会有一些防火用的那大缸 中水的 时间长之后 那么那水呢 那上面那个表面张力比较强 我们有的时候就上上放硬币 那么呢它就不沉下去 有的时候就不用放 其实你在家拿一碗水 只要你轻轻的 那个水静止的时候轻轻的上上放的硬币 硬币也可以达到不沉下去 都是由于表面张力 就是生活里看上去 好像很奇幻的东西 很美丽的东西 诶 其实背后都有它科学的依据 掌握了这个依据 就可以更好的认识世界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 分子无处不在 人类通过对分子的研究 给我们带来了不染色的衣服 想象不到的绝味美食 也在广袤的医学领域 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在节目盛场 国际团将带领我们的萌娃们 共同完成乒乓泡泡游戏 一级重温儿时的欢乐 来来来来 来 压着 开始 两个 三个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第七个 报了 报了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有没有哪些小朋友还想来吹的 赶快上来吧 来来来来 分子的世界是非常广袤的 作为一个科普节目呢 我们今天的只能是管中亏报 但是希望就借这一期节目 能够引起电视机前 大朋友小朋友对分子的乐趣和爱好 我们一起来探索世界 因为对世界的好奇 背后连着的就是世界的本质 再见 奇幻科学城 看你大不同